翡翠是颜色最丰富的玉石之一,色彩千变万化。 一件翡翠制品若是多色混搭,颜色明艳,布局均匀,往往会价值不菲。 但是,翡翠并不是色彩越多越值钱。 下面给翠友们介绍一下具有收藏价值的多彩翡翠。 我们首先来看双色翡翠。 翠色和春色都是翡翠颜色中的名贵色。 翠色代表生机与活力,春色是富贵吉祥的象征色。 如果一块预料上能够同时有翠色和春色,便是价值不菲,极其稀有的春代彩翡翠。 白底青种翡翠是比较常见的翡翠种类之一。 一般白色为底色,翠色浓郁鲜艳作为点缀。 翠绿白分明,大部分是不透明质地,水头不足。 该品种通常是中等翡翠。 黄翡和红翡同为翡翠的次生色品种,是翡翠生长过程中被带入矿物离子制色。 同时,红色和黄色都是颜色中的暖色,都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。 黄家红翡翠看起来非常和谐而有活力,但需要注意的是,由于次生色的形成条件,黄家红翡翡翠的种水一般不太好。 黄家绿翡翠以色泽名艳,浓郁鲜亮取胜。 鹅黄嫩绿是春日生机盎然的异象。 黄家绿翡翡翠也给人生机勃勃的美感。 黄色和绿色是临近色,色调统一和谐,又有古色古香的美感,常常作为翘色巧雕的防骨翡翠挂件。 我们再来看多彩翡翠。 在翡翠叶内,把同时具有翠色、红色、春色,或者同时具有红色、黄色、翠色的三色翡翠,称为浮露兽翡翠。 而同时具有白色、红色、黑色的翡翠,也称之为刘冠璋翡翠。 三彩翡翠十分罕见,四彩五彩翡翠更是凤毛麟角。 四彩翡翠又被称为浮露兽喜,而五彩翡翠的五色代表着浮露兽喜才,象征着五福临门。 多彩的翡翠制品设计巧妙,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追求。 好的家人们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恩您的聆听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